成立的集市 就是比如说 那个企业家有商会 那么农民有农会 各个行业都有各个行业的 那个行会 那么工人 当然他也会有 就是劳动者 或者说人力的 这个人力资源的持有者 他也有 使人力资源 能够有更多的回报 以这个目的 或者说以经济诉求 为基础建立的 这些协会 我要讲 工会和其他人类的 其他结社一样 它都不是一个 近代化财有的东西 以前就有 比如说我们现在 各行各业都有的行业协会 西方各国也 这种东西也是很发达 那么西方各国的这些行会 其实都不是近代 行业协会 其实都不是近代才有的 在古代 在中世纪就有 这就是所谓的基尔克 就是所谓的行会 那么大家知道中世纪的行会和 近代的行业协会 或者说 同业工会 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这个区别就相当于中世纪的教会和近代的教会 中世纪的政府 中世纪的会党 中世纪的会党 中派 和近代的政党 有什么区别一样 是吧 这个区别其实到我看来就是 自由与否的区别 是吧 中世纪的教会 它是不宽容的 它要搞宗教审判 但是我们现在的教会 就是建立在政教分离 信仰自由的基础之上的 那么 古代的会党 古代的彭党 那是贼船能上不能下的 是吧 有很强的 个人约束 就是要服从领袖 服从那个 就是 就是有很强烈的 那个身份性的特征的 而我们今天讲的政党 那就是自由公民 基于 基于政见认同上的一个 自由结合 是吧 我 尤其是像美国式的政党 是吧 你投了 那个民主党候选人的票 你就是民主党人 你下一轮你投了 共和党候选人的票 那你就是共和党人 是吧 这个完全是一种 自由公民的 这个政治组织 是吧 那么它当然和以前的那种 一复性的会长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行会也是一样 是吧 大家知道 以前的各种同业工会 各种行会 甚至也包括商会 当然也包括最早的工会 是吧 那么都具有帮会的性质 是吧 那么大家知道 包括连中国的工会也是这样 研究中国工会 研究中国工人运动史的人 包括 那个很有名的 那个伊利莎白·佩里先生 他们其实都指出了这一点 不光是中国的工会 有这个特点 西方的工会 其实也有这个特点 是吧 那么大家知道 中国最早的青鸿帮 其实就是朝运工人的 那个 我这里讲的是青帮 是吧 青帮最早的就是 那个大运河上的 朝运工人的 那个 组织 是吧 那么这个青帮 当然不是 它是一种工人的结社 但是它 当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工会了 最 最大的一个特征 就是它有很强的那种 暴力 垄断 那种侵犯别人权利 侵犯个体权利的那种 那种性质 是吧 那么这个工会 其实也是这样 其实商会也是这样 包括行会都是这样 我觉得人类从一开始 就有结社的功能 但是这个结社 发展成为自由公民的 纯契约性的结社 其实都是在现代化 以前这些 这些各种各样的结社 不管是经济的结社 政治的结社 宗教的结社 甚至族群的 族群族姓的结社 其实都有这个特征 以前的结社 往往不是自由的 是身份性的 那么到了 到了 现在社会 就逐渐逐渐 变成自由公民的一种结社了 那么工会 当然也是这样 是吧 最早的工 最早的劳动者的 那种结社 和其他阶层的结社一样 一开始 都是带有那种 身份性 依附性 是吧 就是对 对这个成员 有很强的约束 而且对外 有非常强的排查性 这个排查性 还不是一般上的 经济排查 甚至有些侵犯人权的行为 我觉得这个不光是工会 才有 其他协会 都是有的 包括中世纪的基尔特 不管是自由主义者 还是像马克思主义者 都曾经指出过 中世纪的基尔特 是一种特权 是台式竞争的 是吧 是那个 那个妨碍 那个 那个社会进步的 是吧 所以 我们所有的协会 都曾经经历过 我们所有的结社 都曾经经历过 这么一个阶段 那么工会当然也是这样 是吧 那么 这个工会 怎么能够 从古代的那种 类似于青帮的那种组织 变成一个 近代社会的 自由工会 是吧 就是那个 由自由公民 自由加入的 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 但是并不妨碍 别人权利的 是吧 那么这个 其实也是经历过一个过程 而且这个过程 也是可以通过 而且这个过程 也是可以通过 民主立法 来加以规范的 是吧 那么从工会本身而言 它是一种 那个 就是 用市场经济 理论的说法 它是 持有一种 经济要素 这个要素就是 人力 或者说是 劳动力 是吧 持有 劳动的这些人 他们为了 使自己的回报 最大化 而基于经济 目的 形成的组织 那么这种组织 它是不是比 基于别的利益形成的组织 更少 合理性呢 我觉得不是的 恰恰相反 我曾经在其他场合上讲过 我说话 我说话